国教院林院长、政大实验教育推广中心计划主持人郑教授、在场所有参与的学者专家、教育伙伴、大家好。 从2014年底,通过实验教育三法到现在已经8年了。 而到了111学年度,台湾已经有124所实验教育学校以及有155间非学校形态的团体跟机构。 参与实验教育的学生更是超过两万三千人。 在国内少子化的趋势下,参与实验教育学生人数仍然不断地上升。 这也正代表着台湾社会越来越重视实验教育。 而在我们教育伙伴的共同努力下,实验教育的发展也比以往更多元、更丰富。 为了要持续深化实验教育的理论跟实务模式, 教育部特别委托国立政治大学实验教育推动中心来办理国际的研讨会。 而每年研讨会中的讨论对话也都是成为推动台湾实验教育向前非常重要的经验跟力量。 今年樱桃会的主题是尖怀万物、成人之美、亚洲另类教育的私之培育。 除了我们我国实验教育相关学者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参加以外, 也邀请了四位来自纽西兰、印度及越南的国际学者针对亚洲各国的教育多元化环境, 以及另类教育跟实验教育的现况跟问题来做学术交流及实务案例的分享。 相信透过国内外专家的专业交流,能为台湾实验教育带来新的启发跟动能。 最后,我要向所有推动参与实验教育的伙伴们致上最深的感谢。 教育部也会持续努力,陪伴推动实验教育的教育伙伴们, 希望能一同创造多元、共好的实验教育环境,让孩子的成长有更多的可能。 预祝今年研讨会顺利圆满,所有参与的教育伙伴们平安顺心。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我们本校的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李蔡燕校长。 欢迎李校长。 郑老师,还有陈副院长,还有今天所有参加开幕的与会的贵宾, 大家早安。 早安。 我会想说一句话给 Professor Smith。 你好,您听我吗? 是的,谢谢。 欢迎来到这个节目。 我会想欢迎所有的观众从全国、全国、全国。 I would like to say welcome. 2014年的時候是盧世華部長還在部裡面的時候通過這個法 那個時候其實我也在部裡面服務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開始推動偏鄉教育 所以在很早的時候這個實驗教育是掛了個偏鄉兩個字 到後來當然這個實驗教育的推廣對象不見得只有在偏鄉 所以擴起到全國 到目前為止由剛剛部長講說一百二十幾個學校 還有更多的其他非議學校方式來推動的實驗教育 我想這八年來實驗教育可以說是蓬勃發展 那這八年來其實最重要的推手 應該是從八年前開始通過這個法之後 我想就是在本校所成立的這個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這個中心舉辦非常多的活動 我其實在校內經常看到很多海報 很多臉書上的活動 我其實也是我們的粉絲 看到很多活動的舉辦 而且活動的品質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想這幾年來會這麼蓬勃發展 跟我們中心的努力其實是一定有一定的非常大的貢獻 那我想實驗教育 所以今天的研究好會我想是說我們辦的活動裡面其實相當重要 一年一次讓大家把我們做實驗教育的心得 特別是以學術的方式來分享我們的經驗 我想今天這次的主題叫另類教育 就是兼容萬物 成人之美 是另類教育的失陪 我想另類這兩個字 或另類教育這兩個字 我想各位都是專家 我其實不是學教育的 但是我自己的解讀或許會有兩個不同的意義 一個是對象 這是我們教育的對象 但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很重要的應該是說我們的方法 所謂另類的方法其實與其說另類不如說是創新 所以另外一個實驗教育的 我們講實驗教育其實也應該包含這兩個面向才對 那什麼樣的教育是不需要創新的呢 我想是沒有的 所以更廣義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說實驗教育其實是一個教育創新的火車頭 因為實驗教育的關係 會有很多創新的教學的方法 不管是制度或者是教學方法 各個不同面向的教育 我相信都可以透過創新教育 透過另類教育跟實驗教育 來達到教學創新的目標 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我想大學的創新也慢慢在啟蒙了 我們看到有好幾個在大學層級的實驗教育 也慢慢被提出來 其實要提大學的實驗教育其實更困難的 所以現在很多的學校也在大學裡面 有所謂校中校的概念 讓學校裡面開始有一些實驗的作為 我想很多的學校都有 都可以看到這樣子的做法 而且是很早以前就開始了 我們學校本校其實預計希望 在明年開始也可以有一個實驗學院的成立 它是一個虛擬的學院 目標就是希望能夠把很多實驗教育 或者是創新教育的能量可以匯集在一起 讓大學也具備實驗跟創新的精神 我們知道實驗基本上科學實驗需要具備的幾個面向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有問題的意識 很清楚的問題的意識 然後有很嚴謹的做實驗的方法 然後最後再透過嚴謹的分析 去得到一些結論 然後回饋回來作為我們後續努力的目標 我想今天的銀行會 我想大家就是秉持這樣的精神 把我們過去一年累積的這些實務 或者是理論上的經驗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的內容 不管是Keno Speaker Keno Speech 或者是我們的一般的場次 我想都非常的豐富 非常期待今天有非常豐碩的成果 謝謝各位今天在大雨之中 沒有大雨 就是在棉細雨 這個對政大來講 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氣候 在這個氣候之下 這麼早就到這個場地來 我請代表國立政大學再次 謝謝各位今天的歷領 也祝大會今天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